嘿喲,聊世紀,天年的東京,大家好,我是雷喲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這場比賽比較特別是HERA玩羅馬 這位土耳其玩家分數蠻特別的 1800分,遇到HERA2700分,2800分 分數差距快要來到了1000分 這個有點神奇的一個遭遇戰 不確定是什麼情況下遇到的 我們來看一下HERA這邊選擇的是羅馬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步兵單位 每點一個步兵鎧甲都是雙倍效果 羅馬人他的百夫長跟軍團兵 都是後期的主力 羅馬人本身有修理、建造 還有採集資源5%的加速 所以他在前期的經濟 跟一些優勢來說看起來不明顯 但是到了中後期 這個經濟量爆發可是很可怕 那羅馬人他的特色還是走步兵單位 而且他的奴炮造價非常便宜 只要30塊黃金 而且後期可以受益於彈道學的效果 所以羅馬人奴炮攻擊速度快 造價便宜 還可以獲得彈道學的能力 非常的厲害 HERA這邊是用了一隻刺猴去拉野豬 這也是在經濟場來說 高手都會去做的事情 畢竟你用村民去拉豬 會浪費這個村民的移動時間 這移動時間村民在家裡採資源會更好 我們來看一下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這邊是 土耳其人這邊介紹一下 土耳其人這邊挖機 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但是他的毛兵跟槍兵是不能升級的 那土耳其人他的大洛馬是可以自己升級的 每三個時代洛馬都會自動升級 所以到了後期也有這個速成大洛馬快攻的一個打法 那土耳其人的馬攻也是血量最多的馬攻文明 血量高達100滴血 那中期城堡時代還可以造土耳其火香兵去壓制敵人 那在大概1800分以下的天梯土耳其人 通常都會打這個壓寶策略 會比較常見一點 因為這個打新手很有用 因為通常大家不會打這種壓寶打法 而且成功率也高 所以土耳其人在競技場來說 壓寶是一個最好的打法 我也覺得是這樣 但是到了中後期 就有點看這個操作跟這個經濟控制能力了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土耳其人 這邊是十九村 三個人挖木 然後開始吃大量的野豬 這裡石頭要挖了嗎 這裡要挖石頭的話 那就代表要打寶推了 好 那這顆石頭好像有機會看到會不會出門 那當然HERA中間地圖探完之後 就是要把這邊的刺頭放在這裡 看一下對手有沒有出門 出門就知道對方是要來打寶鴨了 城堡世代可以出火槍兵的文明 就只有土耳其人跟波西密亞人而已 這兩位文明都是城堡世代火槍兵出來非常麻煩的文明 HERA身為羅馬人 他對抗火槍兵的方法其實並不多 大部分城堡世代還是用生女去壓制 或是用大量騎士或是弱馬去反擊 弱馬的話可能會打到頭破血流就是了 好 那土耳其人這邊是點下了封建時代 好 26村 然後三個人挖石頭 好這裡的經濟配置會有點極限喔 三片田而已 木頭的話現在也不太夠 趕快來趕快伐木 不然待會沒有辦法下兵工場跟市集 兩個人挖金好像也會有點極限 那要是26加3還是26加2呢 對啊感覺肉也蠻極限的 好那這邊補了一個農田 羅馬人HERA這邊是點下的城堡世代 24村點下的 好那HERA這邊是有點下 一級農一級木 然後去點下城堡世代升級 這裡升級比較早 24村22加2的升級打法 好 土耳其人這裡點下了四級跟兵工場 好 升級世代還有兩分半左右 好 這裡升級是達了一個26加2 這升級還是蠻穩的 這裡要補下石頭 那大概補到650石頭 就可以停石頭去前面插寶 好HERA這邊是那城堡世代 先開了一個TC 家裡也要再補一個嗎 那直接3TC如何呢 因為現在肉絲夠的喔 直接這裡別再補一個TC吧 好 裡面也可以補一個 好 這裡補一個TC 好 那這裡就不能先去按輪軸技術了 所以這邊按輪軸就會有差 所以肉打回3TC可能沒有辦法運作 這裡最重要的事情要趕快點下二級伐木 輪軸技術感覺不是那麼的重要 趕快要趕快先去讓這個TC繼續運轉 然後博二級木頭會更好 好 那果然土耳其人這邊直接出門 點下了織布技術 剛剛還脫了一個織布啊 好 直接壓在這個位置 他這個是有偵察到喔 清奇兵視野很廣 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看到這裡有TC 這個寶壓下去可以賺個TC 非常的香啊 好 土耳其人後面也補了一個修造院 哇 打火槍兵又配修造院生侶 明顯就是沒有要跟你打後期 我就是單TC 那如果可以讓我打出優勢來 那就穩了 那火槍兵的優點呢 射程是7點喔 以前是8點射程 那7點射程的優勢呢 就是可以直接手撕城鎮中心喔 這一點的話算是玩土耳其火槍兵的一個細剪喔 千萬不要覺得火槍兵是射不到承認中心的 好 這裡有個承祥 發射進去了 這裡開始抽檢設護 這裡想要賭門 不想讓HERA拖跑出去 好 按了一隻生旅 看一下這邊的細節操作 火槍兵走進來 HERA第一時間會怎麼打 先把挖金礦的村民拉走 去挖石頭 好 這裡防止一直被射 暫時沒有問題 但這裡其實已經沒有村民了 所以 土耳其人一開始投兵走進來 但土耳其人應該是沒有開圖 所以應該是不知道這裡是沒村民的狀態喔 好 這邊修道院繼續補生旅 後面投石車補下 那土耳其人的火槍兵單位喔 血量是非常多的 14滴血 可以扛發火槍兵 砍發頭石車的傷害是沒問題的 好 這邊稍微往回爛一下 看到頭石車稍微細節一下 砍掉了這隻村民 然後把左邊的石牆給抵掉 想要從左邊偷開TC 那這邊開TC應該會被發現喔 好 洛瑪過來 好 洛瑪這邊是繼續農 沒有要理對手的意思 哇 完全不把對手放在眼裡的感覺 如果是我看到對方壓寶 我3TC農就算了 他是4TC阿 在以前 自己的經驗來說 偷然3TC開農打出了其實這個打法 是有料的 你就要靠自己的城堡跟城市中心防守 然後拖到帝王時代 然後趕快展出大量的重裝騎士 跟洛瑪衝鋒一搏還是能反打回去的喔 看這個城堡 城堡時代的城堡就要撐很久 因為對方一定會來打一個樹地 好 那拖爾奇人這邊果然打樹地 37分中 37P點下了帝王時代 待會巨型頭時機就會開拆了 那HERA這裡一動城堡都還沒有情況下 可以容易被巨頭拆爽爽 HERA這邊點下了支部技術 這裡不點不行了 對方肉麻開始在繞 好 投資部偷了很久 好 這隻肉麻過來 偷打一下 好 三隻聖女在家裡也沒有要去撿生物 好 拉回來 用PC幫忙輸出一下 好 這裡的城堡中心 還在被射 哇 這邊四個城堡中心 暗村民暗得很舒服啊 好 羅馬人這時候點下了輪走技術 這時候補輪走抽美術夠多了 好 目前土耳其人也拿到了三個聖物了 好 三台投石車 但是對手土耳其人 跟一般的土耳其玩家不太一樣喔 火槍兵沒有盡可能去騷了喔 反正是很穩的 點下了這個 帝王石帶等狙群投石機出來 好 火槍兵還在城堡裡面 好 這裡再補一些 帝王石帶還有在20秒 這裡是4個生物 好 這裡石頭數量是7個人在挖 右邊補了一個大學 好 帝王石帶10上去 頭石車能不能預判 初期有點嚇到 剛剛要開槍 槍口都冒煙了 之後是子豬的子彈 黑科技 這都能止住 好 揮頭炸一下 沒有貿然造勁 Kera這邊對應土耳其火槍兵的方法 居然是用大量投石車去加之 確實喔 既然一台投石車不夠 那我們就用兩台 這個邏輯確實是ok的 好 趕快補下啊 這給我死蛋 這裡可以補帝王 要用上面TC補嗎 還是用這裡面的 好 那對手土耳其人的 就行頭司機 終於製造出來 開拆 現在超明數104吋 對上40吋 超明差距來到了一倍之多 快要三倍了 這就是單TC ALL IN一波的打法 好 這一隻肉馬 升級 一開始肉馬升級成大肉馬 好 這裡稍微著想一下 投石車砸一發 唉唷 差點拍到 好 最近投石機 再拆掉 一個承認中心 這裡農田會被越控越多 但HERA這裡也沒有打算要生帝王死蛋 把資源存起來 開始轉出品種 二級馬卡跟斷刀技術 好 投石車不斷給對手壓力 這裡要往前了嗎 唉唷 直接點掉一台 第二台投石車 也沒有打到 火槍兵的 發槍能力 還是有點厲害的 好 那土耳其人這邊可以考慮 要不要點一下金銳土耳其火槍兵 因為金銳版本的土耳其火槍兵 是可以有順發能力的 不會有這個舉手動速 好 子彈採出來的問題 好 那HERA家裡的承認東西全部爆掉 這裡的農田村民全部只能往左側 好 這裡轉出一些騎士 好 那HERA的打法公務很像 都是上帝王世代轉騎兵 好 開始想要壓回去 沒有轉洛馬 洛馬的話更打不贏 好 那土耳其人這裡有一隻生鯉 有點麻煩 好 這隻洛馬還在砍 好 這裡村民很多喔 如果這裡城市中心爆掉 這裡至少 算要40隻村民沒有地方跑 好 這裡騎士數量來到了16隻 多馬被反擊回去 好 土耳其人這裡火槍兵數量有點少 20隻的數量 但是很順利的 成功拆掉了這麼多農田 這裡32片田全部都被控住了 好 這裡民本來想要從這個門進去 還是第一個10牆進去呢 第一10牆了吧 好 第一10牆 好 這時候HERA在後面偷偷蓋吧 側面解掉 我也想要進攻你後面 好 這邊先拆巨型頭司機 先拆掉了一台 好 新騎兵升級也升上去了 看他這邊生鯉數量有多少 看起來生鯉數量並不多 HERA這邊也安心地轉出了新騎兵 按了一隻 好 土耳其人這時候意識到 對方騎士數量好像有點多 補了一個工兵鎧甲 提升一下土耳其火槍兵的防禦能力 土耳其火槍兵現在的傷害是17點 升級到精銳的話是22點 好 這邊TC一直往北開 既然家裡活不下去 那我們就往對手家裡活 但是對手這時候發現不對喔 這裡怎麼有一根城堡 趕快上大石搶防守 這個就是自家版的違衛救招嗎 好 羅馬人家裡這個城中心這裡還是很危險 巨型投石機又架了起來 好 但這其實數量也是 不是平常的多 十九隻 但是也明顯的 羅馬人現在是斷金狀況 黃金不太多 趕快去挖中間的野金 附金跟祖金都被控制住了 好 黑羅拉這邊有補巨型投石機 要來拆除城門嗎 喔 這裡有個採礦地 好像可以直接硬砍 可以去放壓力 這艘土耳其火槍兵大膽走了進來 欸 知道你的騎士都在我家 那我的土耳就要往前 好 這裡再補第二個石場 左牆沒有辦法升級 好 趕快圍 趕快圍 時間不多 好 拖銃火槍兵直接走到TC 好 還好有弓兵鎧甲 稍微可以擋一下 巨型投石機只有一台慢慢拆 羅勤這一波打下去 雖然換家是換了 但是要拿下似乎有點困難 好 後方的石箱又圍了起來 好 這裡石場沒有辦法繼續蓋 好 右邊 騎士數量16隻 加上洛馬大約8隻 數量來到了20幾隻 快要30隻了 數量很多 好 這裡石頭居然還可以偷啊 這裡沒有點射程的關係 所以城堡射不到 好 剛才巨型投石機 步步逼近 左邊這裡大量村民 這裡大量村民 待會該怎麼找出火路呢 還是直接繞幹走了 不管了啦 直接走了就對了 好 拖銃火槍兵又再次走路過來 但是又往回走了 那精銳拖銃火槍兵應該是沒機會升級 所以現在肉非常缺 一直專注按圖爾西火槍兵的數量 好 這邊騎騎兵數量也蠻多的 但是應該是打不贏喔 騎騎兵的傷害還是差強人意 7加2的傷害而已 好 這些騎士還在努力的突圍當中 裡面沒有修道院 生女沒有辦法去阻止騎士拆 好 這裡的巨型投石機終於過來了 哎呀 這時候Hera帝隆是在升級上去 左邊這裡大量村民 成功這一隻 37隻的村民 好 這邊肉麻想要嘗試過來解救一下 看一下後面有多少生女 發現 哇靠 只有only one啊 原來他的生女只有一隻 這波襲擊打得很成功 但正面也突擊了進去 最後還是挖出一個洞來 這個石礦弓 幫吳三桂把石頭挖完了 來讓這些騎士有機會奪門而入 好 土耳其人家裡確實是爆炸了 這台巨型投石機能夠拆掉 媽 差一刀 哇 Hera這邊不應該回頭的 自信回頭 想說拆完趕快走 結果沒有拆掉 沒有關係 現在土耳其人家裡爆炸的狀態 應該是 活不久了 這裡光靠騎士直接硬拆 就可以拿下土耳其人家裡的狀態 狀況了 那土耳其人家裡是魚片狼藉 好 左邊土耳其火箱兵 數量有夠51隻 欸 好多啊 好 這裡騎士開始砍 直接抓到你這裡 沒有兵力的問題 補箭塔也沒有 有提示也沒有 直接手撕掉 好 下面這個伐木場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 快來解一下 好 Hera這邊的村民也是死傷慘重 哇 兩邊這個患家都死了非常多的村民 戰爭的結果啊 死傷都是人民啊 太慘了 好 下方補了一個伐木場 右邊村民繼續往下走 48隻土耳其火箱兵 好 右邊這隻騎士 想要繼續追 但這個城門好像要開門了 吳三桂開門 我也進去 哇 那你這裡 看來 躲進去也沒用了 家裡村民已經死了一片 但他還有最後的希望 土耳其火箱兵 44隻 好 下面土耳拉了一對過來 解一下這邊的伐木工 好 Hera這邊補下三級馬海 請起兵繼續按 別忘記沒關係 我們就出肉嘛 好 補下更多農田 農田來到70片田 哇 這裡到處都是Hera的農田 現在Hera感覺有點在玩弄對手了 這個分數差距果然還是有點大 觀念差太多 你打我沒關係 那我就出完面搬家開農 好 正面 這要來做個大包操了嗎 三級攻還有一段時間 40秒 欸 這裡看到僧侶 要不要抓一下 好 兩台軍銀投時機過來 開始拆除城堡 這裡城堡全部拿掉就沒問題了 好 這裡把一隻村民圍了起來 農田裡的村民已經全部死去 兔爾西人只剩下10隻村民 但是還有大量軍隊50隻兔爾西火傷兵 好 這裡一口氣把所有的城牆全部滴掉 這裡想要使用洛瑪包夾戰術 有機會包得到嗎 哇 這一波HERA打得非常好 說的兔爾西火傷兵 已經被洛瑪給包夾住 三攻已經好的情況下 三攻打兔兔兔火傷兵 這張卡也是非常棒的 好 這裡兔爾西火傷兵 輸出還是炸裂的好 但是最後 這裡手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個示範相當正確 那以後大家對上 托爾西火傷兵 這個保壓打法 就可以像HERA一樣 趕快往上農 往其他地方農起來 讓對方沒有辦法 一直進攻有意義 讓對方進攻顯得沒意義 上方去農 他可以打個地方 但是他不能打所有地方 但重點就是 你在邊走邊農的時候 帝龍時代不要太早生 趕快去按出騎士跟肉馬 給對方壓力 讓對方覺得 他上方居然有軍隊 那我就繼續進攻他的家裡就好了 確實這招打法是相當有料 那要趕快要去進攻對方家裡 這也是細節 這種細節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HERA拿到經濟上勝利 贏得快要一倍支援 那軍事試圖先拿到1.13 但KD一直以來都是不重要的東西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